《香蜜湖》三个字 对于深圳有着特殊的意义 过去它是城市价值高地 随着香蜜湖北区建设洞工 中区三大城市地标方案揭晓 香蜜湖区域将迎来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城市价值进一步提升 蜕变 香蜜湖应该说是将来的深圳的所谓的CBD核心地段 以湖岸的绿色植被的一个配套 从目前的规划和产业布局来看 香蜜湖会强通过金融界来强化的CBD功能 从区域板块上福田中心会不会扩大呢 短期看福田中心其实它也在扩大 你比如说就香蜜湖的新金融中心的规划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扩充了深圳市的福田中心 原来的CBD的概念其实被不断地被扩大了 我觉得福田还会出现未来的爆炸性组合的机会 所以现实中它是一个城市中心 在战略上我觉得它是一个不断升级的城市中心 最近的公寓市场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我们监测数据三月份的公寓都成交了1083套 因为像我们保能威号市的话三月份的话 我们都成交了110多套 那么金额是超过了10个亿 在整个深圳工艺市场来说是表现最好的 一个是保能它本身自身的品牌 还有就是地段在香蜜湖这个片区 香蜜湖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很老的成熟的豪宅片区 整个的交通啊生活配套都非常便捷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在香蜜湖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然后能够打造一个全配置的豪宅 可以积分可以入户的 是属于真公寓这个类型 保能威号市呢我们要从它的命名开始 威号市首先代表的是Vegatory VIP 它有很多美好的一些词汇 这个项目的话是我们首次引进了这个金钥匙的一个管家服务 以后呢在每一栋的这个公寓下面 都有24小时的一个管家服务 产品设计之后呢我们是聘请了台湾的杜康生老师 来为我们抄刀设计 我们现在主打的是73和83平米的一个产品 73平米的这个呢它的空间延展性会更强 虽然说看起来只有73平米 但却是两房两厅 主人房呢也配备了这个主人衣帽间 第二个空洞空间呢既可以作为书房 也可以作为第二个卧室 产厨一体化呢包括客厅和餐厅一体化呢 会在空间上的使用吧就不浪费面积 然后空间也会显得比较大一点 优质型的一个厨房呢会让烹饪的感受吧会好很多 它的整个的浴室呢就除了这个三斤套之外的话 还配备了一个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 它的整个空间感应该是在我们的所有产品当中是比较好的 在产品配置上面呢我们增加了国际一线品牌 比如说德国的高仪飞雪派客的除电 N式的智能马桶 自动的电热毛巾架等等这些 我们也引入了八大清装系统 像这个收纳系统 温控系统 挂花系统 插座系统 我们希望给客户呈现能够达到一个满意度的一个美学空间 也就是我们打造的这个Wayhouse的这个原因